很显然 现在妖尊之心似乎被这黑炎龙师 杰族仙灯仙吞下了 但是此物 可没有那么容易被炼化 一旦黑炎龙师 有任何的虚弱几下 那妖尊之心就会立刻反噬 而我要作然 就是在妖尊之心反噬成功 但还没有彻底成形出事的那一刻 出手将其抢夺 这血雨之中暗含一道封印法术 可以完美封印炼化点 妖尊之心 如今 只要静待时机便可 出此两厉 什么 我的铠甲被他挠破了 若是漫上三分 只怕整个人都要被开藏破肚 看来你的力量已经到极限了 可惜我才刚开始呢 乖乖成为我实力的一部分吧 能够见证我的诞生 你们都应该感到荣幸才是 不好 他要发动天赋神通了 以臣 可恶 妖尊之心还没有被完全炼化 偏偏在这个时候 以臣 我的力量 还给我 还给我 你们快看 我这是妖尊之心 那就是妖尊之心 就是现在 妖尊之心是我的吗 给我收 我的妖尊之心 可恶的人类 居然将沉洁堂人士 岂能如你所愿 还真是热 是谁 你又是谁 小小五王也敢撒野 推势 发生什么事了 黑眼龙尸呢 我的妖尊之心怎么也不见了 妖尊之心果然灵气充沛 该死 哪来的小子 居然敢趁机简陋 信不信我将你包皮 抽筋 大些八怪 王主 不知何故 为我徒尔燕云出手 他 该死 师父小心 什么人 出来 燕云 你就是开元宗的燕云 将我唯一的包地 幽冥杀害了的人 就是你 情缘道 看来你这乖徒尔闯的 祸不少啊 明元道是吧 这叫叶云的小子 是你徒弟 那就好办 交出叶云 封住他的丹田 我黄泉阁 绝不和你计较 我这徒尔习性我最了解 绝对不会滥杀无辜 定是阁下包地 犯了什么恶事 不好 居然连西域的黄泉阁都来了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乖乖给我拿命来吧 你神斩 四十倍攻速 燕云 你要去哪儿 追 他要逃 妖尊之心没有这样的 必定是他藏在了什么空间仿器之中 给我站住 燕云 就想逃 臭小子 将妖尊之心交出来 你无路可逃了 好 你们错了 我只是想换个宽敞的地方罢了 这里 倒是真适合做你们的坟地 狂妄小儿 我与黄泉阁主都是五尊界 你不过才出入五王 居然敢如此嚣张 待会儿便让你见识 这件静静和实力的差别 殿主 这妖尊之心给你 我只要这小子的命如何 成交 我看 你是给自己挑了片好坟地才对 今天就让你身死昏灭 四十倍攻速 两个武尊灵手的力量 不可小看